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干扰了一下刘洁多 这位置到底看个愿不愿位啊 很尴尬 估计得看一看 估计得看一看 你看这个朱里财盘也在比划 不 但我觉得这球是这样 就是你朱里财盘你到底看清了不 看不清 交给VR了 你可以几级啊 他还起到了一个安抚队员 总也别急啊 咱们有VR 对吧 你这个 这边转播是已经把比分上上了 对 因为现在目前的判罚是进球有效 但是肯定得看没人 对 你看恒大队员还在前场等着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进攻的回放 这鞋回了一下没问题 哎呦 这下还真是没问题 没问题 底线有一个 这还真是没问题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 在底线 对 这样的话呢 武汉卓尔1比0领先 这个毫无争议啊 也提示您呢 本场25分钟的时候 红小厨再送红包鱼 参与红包鱼抢50元的龙虾券 用券后两份69块9 请大家关注PP体育的APP 或者送您一个的直播页面 这个进球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你都别说这样了 你比如说你有队员导带端线 就底线APP 哎 你看钟云浩传牛之后 他向前跑的这就非常关键 传门前 哎呦 这波配合 当然有没有阅位 得看慢动作 但是呢 跟钟云浩的积极是密不可分 对 你得往前插就位置 好好去往前插 你看他那边也当当当当当的晚上跑 嗯 一会儿如果给慢动作的话 可能会更轻松 对 所以这个调整 卡纳瓦罗呢 是知道上不上毛病处在哪 马上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调整 看这球 你看后边这块 杨立宇给 那没问题啊 这个球啊 非常干净的一个进球 场上的比分被搬成了1比1 韦诗豪送的上的助攻 韦诗豪这球传的也漂亮 根本就没看门在哪 直接奔后门住这一扫 年轻队员上来 他去向前的这种积极性非常的高 这就是你给我机会 我珍惜 我靠努力在 站住这个位置 啊 终于后这个又听了一下啊 但是呢 肯定是1比1啊 应该不用听 进球过程没问题 嗯 而且 而靠传球 看保的您要快速 小子勾起来不通啊 漂亮 你说塔利斯卡今天 就这一下就要了命了 真厉害 对于中超的球队来说真的不太好吧 哎 这样的话呢 其实下面是打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龙大就顺利的把比分反超了 嗯 而且这个球实际上就是一个定外交二次进攻 趁卓尔正在防线向前提的时候 哎呀 塔利斯卡这个位置啊 你看穆比亚他是在区域防守 但是呢 塔利斯卡在他的左手的侧后方 嗯 在整个保里尼尔在带球传球的整个攻当中 穆比亚是没有去观察侧后方有没有人往前冲 嗯 所以他按照的是一个我这个区域 我跳起来把球减位出去就可以 他没有说把手臂张开去准备扛一下这个意思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印证了刚才你的话 就是穆比亚有他的优点 但是在防这种球的时候 你就看出了 缺经验 对他不是一个一流的中卫 嗯 这个 而且这同时呢也是两队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看离铁手中这些队员呢 他就 没有办法大刀过斧的 再进一步完成 嗯 换人 哎呦单刀杀过来了 这球又 要麻烦 一一看就是 对吧 保里尼尔非常冷静 亲吻了队长秀标 嗯 这是把队长秀标给谁拿过去 哈哈哈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找正志去了 就是那意思 哥们你今儿不用上了 有我啊 这球确实打得好 你看他射门的最后那一中间 他身体是很松弛的 他没有紧 他特别的摇摆的状态 对吧 当然 我觉得保里尼尼尔这个其实是非常令人动容 也不能叫完全的说动容 就是他跟一支球队的融入 就是他不是说因为我水平高 我是一高水平万元 他对政治 对我们本土球员的这种认可 对 这球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 你中场队员的前叉 保里尼尔实际上连续作为第三阶的人 从这个角球发出来 他第一下是让 他作为第三阶阶 这球没传他 传给另外一个人 他还是作为第三阶阶 他一条直线插上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卓尔这边刚才也给了李航的镜头 是 中场球员实际上是没有体力再去回追他的 这就是保里尼尼要踢中超最大的优势 他这个跑啊 能从第一分钟跑到第九十分钟 那肯定 至少比输个一比三感觉好像缩小了一些 毕竟呢作为生半马的球队 他面对的可是这个奇怪 卓尔这边啊 姆比亚 包括巴比斯堂都打飞过点球 上轮跟大连一方还有一球没进他 所以埃普拉 骗过了文将 把比分变成了二比三 但是我估计时间是没有的了 嗯 但是这个态度非常非常好 周通在这球打进之后马上回往里拿球 整支球队表现出的是这种战斗精神 我不管你到底给不给我时间 但是我自己得先做到这一点 武汉的队是被全力往上冲 嗯 大家都蹬着起跑器的感觉 没错 我倒希望这时候张磊能把这时间再补一分钟啊 要出事 按其实你从裁判的角度来讲 这个球因为发了点球 其实你再多给半分钟 也在你的这个尺度之内 嗯 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主在办 不同的选择吧 虽然已经蹬了起跑器准备向前冲 但最后是一个点球 帮助武汉周尔是打成了2比3 这场比赛进球也挺多 同时我们真的要恭喜恒大啊 广州恒大投保的度过了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低潮期低谷 在亚冠生死战这场到来之前 赢得了联赛当中的一场宝贵的胜利 好 好 好